观众平安 欢迎收看TBS新闻大白话 我是王浅秋 这节国际以及国内议题 一起来讨论的来宾 第一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 郭正亮 亚哥 大家好平安 第二小时陪伴我们 台大政治师教授 左振东老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 大家好 这个消息在今天被恒大的关注 这个时间点两岸之间的关系 14架共机所罕见的南北晋级 逼近了基隆跟高雄 只有40余海里的地方 这个消息这样 不知道早上大家有没有 收到很多的推播 但国家警报没有响就是了 美国海军MH-60反潜直升机 4月20号出现在西南空域 17加上美军的P-8A海上侦察机 以至于被说 就是因为美军通过了 台海附近的海域 以至于让中共 更为频密的来进行反制 才会有这14架战机 越过海峡中线的飞行航路 状况比以前更为紧张 这是军方所公布的消息 国防部甚至说 国军运用了任务机 舰还有暗置飞弹系统 来严密监控 应处 就是说随时可能要注意 前几天我们还在讨论 说大概几分钟可以升空 有没有办法可以拒止 甚至可以监控到对方的动弹 就是像这样的状况 而中国大陆其实清晨 也发布了一个卫星火箭 在大气层外面 当然也是飞越了台湾 西南部防空识别区 国防部特别在发布的时候 这次没有国家警报 但是是发新闻稿的方式 告诉大家说 今天7点46分 中共就在四川西昌卫星 发了这个卫星 这个卫星飞过的 就是台湾的西南防空识别区 朝西太平洋方进行 这次是说高度在它的基层外 对台湾地区没有危害 王丹宇立刻发文了 他说中共穷拼独武 骚扰周边邻国 中共撒大币搞金钱外交 却无视自己中国人民经济窘迫 又在打抗中宝台 难怪前一节 东华大学学生问的问题 哪里错了 就是打抗中宝台 还有什么呢 台湾现在的角色是很清楚的 当美中在做角力的时候 台湾会是筹码吗 这个新闻是台湾的媒体 特别挑出来做这个焦点 因为布林肯即将访中 美国的国务卿 到中国大陆去要谈什么 台湾媒体都把他放在这个焦点 24号到26号要去的时候 说布林肯将当面要求 北京不要在赖清的520就职典礼 之前这个期间采取挑衅行动 这是引用美国国务院 某位官员讲的 这样是怎样 特别是为赖清的520的安全而去的吗 他甚至还说警告中国 停止向俄国提供军武技术 否则面临美方的惩罚跟措施 所以现在台湾的问题 就把跟俄乌摆在一起 直接要去警告对方的吗 有可能是这么重要的重中之重吗 那还有美国中医院通过了 原台的618亿外交部表示感谢 落实代表了美国对于台湾的坚弱磐石安全承诺 因为这个法案卡关了非常久 它是个包裹法案本来一度要考虑拆开来做表决的 最后乌克兰 以色列 台湾 总共加一加953亿美元的安全援助美元 那最后通过了 但其中台湾的部分 大部分有包括了19亿美元是要还的 可以这618亿 一大部分是说我们可以借款 可以让我们去购买采买美国的军备 还有这些美军到台湾来运作的费用都是其中 那讲是原台钱当然还是美方在赚 或者是借贷的话当然还是要还 但中美在这里的对抗 或者是一种竞争的关系 都还有沟通管道 台湾永远只能 看看布林肯讲什么 看看美国国务院官员怎么看待台湾吗 而中美在南海这里更是个大棋盘了 美肥军演在集中国军机 就在周边这里频繁活动 政治分析家特别强调 中国正在下大棋 一盘大棋 飞行活动的增加 可能跟南中国海的问题有关系吗 甚至说剑指中国 美国的提风首线第一岛链 美国海军新闻说的 这陆军新型的陆机飞弹系统 最近部署在哪里 菲律宾北部 这是在这个第一岛链里头 很重要的意义 包括参与了美非陆军 坚盾联合演习 当中可能可以产生的影响 更是解读被认为 是对于中国真正的警告 企图要牵制在南海这里 还有印太这里的军事能力 所以美国在部署 战斧飞弹这件事情 大陆的军事专家 就很认真的来看待了 他认为就是美国跟俄罗斯 撕毁了中岛条约之后 第一次在境外部署 陆机中程导弹 所以现在放在路上来发射的时候 还部署在中国大陆的家门口 所以针对中国大陆的意图 非常明显 怎么因应 当然对中国大陆来讲 提升自己的军备 也展现自己的秀肌肉 解放军4的格局 提出了四大军种跟四大兵种 19号成立的信息支援部 算是一个新的部门 就是要撤销战略支援部队之后 更有一个对于信息的掌握 各种新闻的发布是说 强调各种指挥系统 对于网络军事堂航太信息支援 更有新的战斗形态 对于新的中美对抗 来因应新的策略 亮哥来看看这个十字架飞机 王定宇就拿来当作抗中保台 影响 影响舆论很重要对台湾的意义 但真的有可能布林肯特别去警告 赖兴的就之前 中方不要妄动吗 那个应该是针对美国 就是你刚刚讲到那个直升机 反潜直升机 美国大概是发现 可能海下潜见有一些动作 中方当然也不高兴看到你 那个反潜直升机飞过来 这个坦白讲你要多把它理解为 对台湾你太高估自己了 事实上台海 甚至我们讲南海附近 整个的斗争基本上都是 中国对美国 他甚至有一些装备 也不是针对你的 比如说航母 不过众议院通过这一个81亿 他是针对印太地区 其中有33亿美元 是针对美国 自己在这个地方的潜艇 在这边的基础结构 台湾的部分有两个 第一个是20亿美元 那是融资的 融资 对 另外还有19亿美元 那19亿美元就是 针对一些零零碎碎的细项 可是这个是哪一些项目 是由美方决定的 就有时候给你一批弹药 给你一些什么炮弹 运营训练 之类的 总共大概是这样 这个相对于以色列跟乌克兰 那个级别当然差很远 所以你也看出 美国基本上是认为台湾要自己出钱 大概是这样 所以 可是我觉得布林肯这一次 因为他下礼拜要去大陆 主要的不是真的台湾 这个又是台湾太高估自己了 事实上520你说 中国大陆目前看到民进党的这个国安团队 是延续蔡英文 赖金德最近也很低调 坦白讲也没有人认为会出事 所以你说布林肯是故意去讲这个事 我觉得那个是顺便带到 布林肯上主要要讲的还是针对俄乌战争 就是他发现俄罗斯的军工产业 使用的电子零组件 电机零件还有机械零件 很多都是来自中国 那中国大陆就说 这个是民间贸易 那我怎么知道最终使用用途 俄罗斯公司会卖给军方 你不能怪我 我只是在做贸易 可是事实就是俄罗斯使用大量的 中国的电子电机机械等等零组件 就是这样 坦白讲也有台湾 比如台湾的工具机 那美国当然就假装没看到 他就针对中国 那事实上当然主要也是中国 不过这个事情美国到底要怎么处理 现在不确定 因为如果美国要严厉加以阻止 他就要发动刺激制裁 那这个后果非常严重 就说你自己要搞 了解最终使用用途 可是一般的贸易商 谁去搞这个 比如说我卖给你 我怎么知道你卖给谁 如果贸易商还要搞这个 这有点强人所难 可是美国对伊朗就真的这样搞过 所以他是必要对俄罗斯 对中国的部分来搞这一个 那这个就是中美之间新一波的 这个我们也不能叫科技制裁 就是叫刺激制裁 这个影响范围会蛮大的 我觉得中国大陆 你与其说他在担心台海 不如说他在担心 美国新搬到菲律宾的那个飞弹 这个 这个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而且美国是趁着夜黑风高的晚上 用运17 直接从美国本土偷偷运进来了 放人家家门口 飞了15个小时 就是大型运输机运进来 那目前运来了一个连 那这个基本上他可以射标6的飞弹 还有标6飞弹倒没什么 因为他的射程相当短 所以那个是反舰飞弹 重点是战斧飞弹 战斧飞弹它是巡翼飞弹 可是它可以装核弹头 所以前天就立刻发生一个事情 就是中国大陆那个 无人机蒸漆 就飞到菲律宾的海面上 我觉得从此以后大概 中国大陆就是严格监控菲律宾了 这样不是更危险 对菲律宾而已 我事实上 那个中国外交部 那个新的发言人 他有针对这个事情做发言 他说菲律宾不要引火自焚 你到底是更安全 还是陷入更大的危险 自己要想清楚 那因为对中国来讲 他当然要防止 他一定要三不五十过来看 不然我怎么知道 你们有装核弹头 所以就变成是 他的那个巡航 就会变成是常常发生的一个现象 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这个还是无人机 后来未来是不是还会有更 直接的军事上的包围或对抗 另外俄罗斯就更生气了 因为基本上 他也可能打到俄罗斯 俄罗斯副外长就直接讲说 那他们也要考虑到 古巴重新部署飞弹 所以坦白讲 这个问题现在是刚开始 后面还有的有的走 是 卓教授 美国现在好几位官员 轮流就到中国大陆去访问 那么双方的国防高层 也重拾沃通管道 那布林肯这次 以国务卿的身份去 您认为评估所代表的意义 当然就是前面的 双方的对话 可能成果是不如预期了 所以你看 在美国国防部长 跟中国大陆国防部长 视讯通话之后 美国就派了P-8 海上侦察机 飞越了台湾海峡 中国大陆也有相应的这些动作 那第二个 你看布林肯这次说 他说这个就是 白宫的支撑官员说 是要劝阻中国大陆 不要在赖清德总统当选人 就职的那天来采取一些挑衅的动作 那表示什么 表示双方对于 这个赖清德的 这个就职演说 可能目前双方还没有达成共识 到底他们的看法 认为说这篇 这个演说到底是不是符合 双方原本的期待 是不是能够接受 我觉得这个表示 这个其实透露出 是这样子一个讯息 那当然布林肯 所以如果在这样子的背景下 布林肯这次就是要继续去 继续去拉近双方的一个 立场上的差距 同时也在寻找一个 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方案 我认为这是他这次去 主要的一个目的了 那此外我们也注意到 就是说虽然双方现在看起来 你来我往 但是美国的这个太平洋 印太司令部的这个司令 印太的这个舰队的司令 即将要访问中国大陆 就在23号到27号 会到这个青岛去参加 这个海军的一个研讨会 那这个研讨会上一次举办是2014年 那这一次已经10年以后了 但是大家都很关注说 这一次的这个研讨会上 中美双方的这个高阶将领 会不会再有进一步的会谈 会面或其他任何一步 进一步的接触 那我认为这个其实也都会是 另外一个可以观察的指标 就是说双方在前几波的 这个沟通见面之后呢 能不能再通过未来的这些接触 能够拉近彼此的一个认知落差 但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感觉上还是一个个秀肌肉的阶段 因为包括说像菲律宾的这个演习 因为肩并肩演习已经展开了嘛 那这一次它有海战 然后有夺岛 而且还有什么 还有针对一个中国大陆制的 这个船舰要把它集成 那这个船舰原来是中国大陆 送给菲律宾的嘛 那本来是一个民用的 那它现在把它军方把它当作 是一个军方的这个舰艇来使用 那这一次要把它集成 就当作是一个靶舰 那因此这个当然在中国大陆 看起来也都是蛮有针对性的 所以下一步可能中国大陆 就会提高它跟古巴的这个军事合作 那这种你来我往这种 不断升高的这种结盟 结伙的这种 这种就是结伴的这种情况 那未来要到什么时候 才能看到一个平衡点 我觉得目前还不明朗 那个古巴正在访问何卫东 对 没错没错 所以江军绒 当然是政委 虽然看到了美中总算重拾了 国防高层的对话管道 就是被说保险法 重新稍微有这个风险因素 稍微可以获得控管 你看刚刚讲下来 周边所有的风险 却还是不断的在升高 对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尤其是中共现在它的军机 南北夹集距离越来越近 你看它距离基隆 大概41海里的话 距离淡水更近 因为基隆在淡水的东边 所以供机距离淡水的话 大概就30多海里 如果垂直能见度 良好的状况之下 那望眼镜可以看得到 中共的军机了 在台湾 在淡水就可以看得到 所以它距离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的话 这个地方已经变成它的空拳了 它的制空拳 它的空忧 它的习惯的常态的战场经营 就在北台湾 这很清楚 距离越来越近 上一次是43 在1月份的43海里 然后在2月份的时候 42海里 现在41海里 今年可以看到 大概距离大概台湾 距离基隆大概30多海里 这样的话 距离淡水大概只有20海里了 更近了 将来进入台北市 大概中共的战机 大概5分钟之内 3到5分钟就可以到了 现在都是远距遥攻武器 现在都是空射的巡运飞弹 或雷射导引弹 要做攻击 要做这种斩首 或者是要做一种特攻 那非常 那直接就是濒临沉下了 它的整个的战略的普通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一个让台湾慢慢 在心理上慢慢接受 中共在周边的军事的活动 包含空中的战机 甚至无人机 还包括海上的军舰 在台湾周边活动 慢慢的主动接受了 最后面我们看一看出来 有些人讲抗中宝台 但是没有具体的作为 现在由抗中宝台 已经马上走向让中宝台 让中共的GG越来越近 甚至它的五栋三的航线 它的W123的航线 都已经由西向东了 我们也办法 大概只能讲 其实讲抗中宝台 其实是在让中宝台 这个状况非常清楚 另外外交部讲说 美国众议院通过 援台的这些军事援助 是坚弱磐石 我认为美国当初 对乌克兰也是讲 对乌克兰支持是坚弱磐石 坚弱磐石现在变成一个 政治话语而已了 是没有用的 它只有给乌克兰这些武器 远远不但给它 但是要乌克兰去面对残局 变成要乌克兰去抗恶保污 结果变成这个状况 所以不要再讲坚弱磐石 因为坚弱磐石 现在只是一个话术 只是个用语 在具体的行动上是有限制的 供应到这些武器装备 但是其他的战略上的资源 它是不给予派兵的资源 所以是有限制 有条件的状况之下 我们如果再用坚弱磐石 我们再靠了这个四个字之后 我们可能会太依赖 由依赖会支持恶果 是没有办法面对 将来更严酷的挑战 而是要靠自己来自立自强 才是物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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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不会再用坚弱磐石 我会不会再用坚弱磐石